跑完步后头晕恶心想吐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尹丽鹤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跑完步后头晕恶心想吐 大家我觉得应该也要分情况进行看待吧 如果是我们正常的跑完步以后 心跳加快 然后疲劳恶心想吐 气短气喘 但是我们经过几分钟的休息以后就很快好了 那么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剧烈运动以后 突然的这个心跳加快 血压升高疲劳等相关的 但是如果说是跑完步以后头晕恶心想吐 这个症状持续的不缓解 休息以后也不缓解 就要考虑 那么在我们剧烈运动以后 有没有发生心血管或者脑血管的意外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要尽快的及时的就医了 就跟我们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像有的人喝酒以后 喝醉了 那么喝醉了以后 就是人就觉得头昏难受 想睡觉 那么可能休息一会就好了 这个就没事 就是一个醉酒 那么有很多人是在喝酒以后 突发心脑血管意外 这个时候就是 家属还当普通的喝醉 没有及时就医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对他的疾病 就会非常不利 延误治疗 那么跑步也是这样子的 大家还是要分情况对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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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